今年的这个方向重点是放在我们民生经济上面 所以前三名都是跟我们的食品有关 这一次的这个结论跟去年就是2022年 我们得出来的结论的差异很大 因为2022年还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大部分的消费新闻都是跟疫情相关的 那跟今年完全一样的项目只有 就是第二名的这个蛋黄的这个问题 它在去年也上榜 那在今年的整个方向就转移了 今年的这个方向重点是放在我们民生经济上面 所以前三名都是跟我们的食品有关 那其中在后面也有我们高雄一个知名的冰店 他所贩售的八宝冰 让消费者吃了这个有不舒服的情况 所以跟这个民生的食衣服没有 那住的部分有 但是直接跟我们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租赁法的修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演唱会的期间 我们高雄的旅宿业者 他们有封台价格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跟住有关的 那行的部分也没有太多的很直接的相关 但是乐的部分其实就很多 就是包括这个黄牛的猖獗 还有这个直播主带货等等这些问题 都跟我们日常消费是有关系的 我们下期间就会有关系的